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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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怀抱四个大字 让战俘们激动不已 他们高呼口号 表达自己对国家的忠诚 一下车激动的战俘 握住迎接人员的手 泪流满面 兴奋之余 只有个别头脑冷静的人 预感一场风暴又要来临 过来大都很激动 以后都哭了 当时我 我也当然很激动 但是我 大家都哭了 我没有哭 我当时就想 回来这个不是那么好 回来以后 你知道解放军在共产党里 你要一再集中营表现怎么样 你要交代啊 一点也得来交代啊 不是那么好 过关啊 那时候头脑非常冷静 当时压自己 不用那么激动 要迎接着恐怕又是一场战斗了 林魔丛的担忧应验了 六千多归国战俘 被送到偏僻的辽宁省昌途县 开始将近一年的审查 东北军区归来人员管理处 一开始很热情 好饭好菜的招待 还有慰问演出 可是正审一开始 集会就放映中华女儿 狼牙山武壮士等歌颂战争中 军人宁死不投降的影片 气氛开始变了 你不是审查他们的时候 你是共产党员 你举手了没有 我举手了 你全交了没有 交了 你不应该 共产党员有举手的嘛 嗯 投降 还有 你 有些他在交代的时候 他那些心里面有胆气 家里还有老婆孩子 要回家 你的是幼群思想 动摇不坚定 我们党不允许的 这些正是对他们进行 处理的核心 战俘们被告诫 不要表公 只讲过失 为了开脱自己 战俘们开始互相揭发 落井下石 被俘于是等同于投降 参与战俘营的管理 成了为敌服务 本来第二个人 你说 革命军人 敌服务是个耻辱的 人家犯了 好多算好多嘛 但我们有些人也是 第二个人家 就想把多解放几个人 好像自己就送货 哪里送货呢 结果一样的 把人家抽上去了 把你也抽上去了 那共产党 实际上就还浮现了 浮现了结巴巴 1954年5月 上级宣布了审查结果 6000多回国战俘 绝大多数被开除了军级 党级和团级 就连最高级别的归来人员 志愿军180师政治部主任 吴承德也不能幸免 这位红军时代就参加了 共产党的老政工干部 被开除了党籍军籍 安置到了辽宁的一个农场 这个政策变化了 远先的耐心关怀是进下 有农金问题 成统处理 思路是方针否定了 所以这样子 远先说 远先说 恢复当期的人的话 都找百分之九十几 就开除了 中山北伏的 有表现比较好的 这些人的话 这些人的话 都是流淡查看 很紧 很厉害 来个高标准别出来了 这些人来后的 背负的人一同志 用的资格牢 在八路经干过 干过的 大家都晓得 这些历来的政策上 都没这么厉害 都说这次人是把我们搞交了 我给他拍手 拍手 只为高的 算是影响北伏的 有点比较好的 这他还是流淡查看 其他人都取消了 你开除党籍了 开除党籍了 这保留了军籍 在此之前 上级已经做出了相对宽松的审理结论 允许大部分归国战俘 恢复党团籍和军籍 战俘们后来得知 政策突变 与中南海直接相关 我们有三个教导团 就是回来我们六千多人 在长途 那么那个时候 三个教导团处理的定性和处理 都不完全一样 所以把这个 每一个团都把自己 处理的情况给总阵送了一份 那个时候 总政的主任是叫肖华 肖华看了以后 就决定把最严的那一份送上去 送给周总理 说是周总理看完了以后 就叫陈宋 主席圈月 他没有表态 这个 毛泽东看完了以后 就肯定了 最严厉的处分 因此 我们所说的处分任务严重 最后是由于 毛泽东本人的批准 当初 满怀热情回国的战俘们 面对这样的处理 目瞪口呆 无法接受 我们从来 没有在回国之前 对自己的党 自己的国家政府 怀疑过说 他们将来会对我们不好 因为既然敌人都说 我们是死因共产党 那么我们回到共产党阵营里面 那不是对他们最忠诚吗 那看到是最忠诚的 我们的党员 带领了那么多 这个 几千人回来了 那是很不容易 我们那种生死斗争 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 因此我们在收到第一次宣布 要开除我们党籍的时候 大家痛苦极了 大家都蹲到野地里面 在田里面 我们出门以后 大家蹲到那哭 就觉得这个不可想象 那绝对是天大的打击 简直是无法理解 无法忍受 所以从那个以后 我们这些 就开始整个情绪跌落极了 就知道我们大概是 不会有一个好的下落了 1954年夏天 多数龟幅不得不怀揣 复原症 带着沉重的心情 踏上返乡的旅程 列车一过黄河 他们的焦虑不断加重 两三年前 他们带着大红花 踩着锣鼓点告别亲人 现在 却背着沉重的负担回乡 怎么向家人交代呢 张泽石回到四川 与其他川级战友合影 以后就各奔东西 有人远走他乡 有人隐姓埋名 或隐居深山 最后回乡的 也想方设法隐瞒被俘的经历 可政审的结论已经装入个人档案 暴露是迟早的事情 家里的亲人也难免受到牵连 我在这个采访中间 我到四川 采访到姓李的一个战俘 她一女儿 她就唯一一个女儿 长到16岁 当她女儿慢慢懂事 知道她爸也是属于坏人 这个疯了以后呢 她女儿一天也是 心里边老是被同学 这个这个 同学这个这个 气了她 说你父亲啊 是什么什么样的人 这女儿成天也是一泪洗面 到了16岁的时候 这女儿想 没有前途 没有任何看不到前景 晚上趁着家里的人 都不注意的时候 她们家有一个水塘 她就一头扎那个跳 就死掉了 当她们家人 她的父亲 发现女儿跳塘以后呢 这是第二天早晨了 找到一晚上没找着 哎呦 这个心里边是极端的痛苦 她把流着泪啊 说 说哎呀我这一辈子啊 我对得起这个国家 我也对得起 我曾经参战的部队 我也对得起啊 就是说我们家人啊 包括亲戚朋友 我唯一唯一对不起 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救这么一女儿 她还因为我的问题 跳鱼塘死 跳门前的池塘死 她心里边就是 真是特别难受 没有过多久 她的父亲有一天晚上 你得跳到这边 为了抢救这段历史 高颜塞 1980年代自费购买器材 到各地走访 记录回国战俘的遭遇 她在辽宁遇到 从仓途转业到 安山工矿部门的 营级干部王有青 这位敌特涉嫌 历次运动中 都是批斗的对象 文革中 她爬上当地最高的烟囱 准备跳下了事 临死的时候 她还想有点忠言吧 她说干脆我就从 铁烟囱里边跳下去算了 这样的话 别人还看不见我 虽然我死掉了 看不见 她想到这一头 就从那个铁烟囱里边跳进去 可是跳进去 她反而没有死 为什么 就是文化大革命 满大街全是大字报 这个大字报一层一层 特别厚 要把它销毁 就把这大字报塞到这个楼堂里边去烧 烧起好几米厚着这个烟灰 她一头就给扎到里边去了 扎到里边以后人没死 但是脸部什么都破了 她姓王 结果呢 等她这个头上这个伤疤好了以后呢 也算天缘巧合吧 脑袋就是有这么三痕 摔破了三痕 斜斜地摔一束 有一个黑的刺青 把她这个王子给她刺到额头上去了 就是说跳在烟囱里以后就这么一个情况 林魔虫 魔犯的魔 魔犯的魔 啊 虫是两个人下面一横 对 林魔虫是蒋介石北伐时期的秘书林春华的养子和侄子 被俘其间 国民党曾派人找到林魔虫 询问这段绅士 林适口否认 回国后 林魔虫考上了四川大学历史系 一个学期不到 学校就以曾经被俘为由把她开除 大跃进时代 全家人几乎全都饿死 林魔虫不得不逃到云南 我们这批人我最惨 为什么来来这 你在那儿自然在我 我在那边有祖母啊 有养父养母啊 还有个姐姐 还有个妹妹 唐姐唐妹了 全部死光了 天府之国怎么样 全部死光 我不跑连我都死了 我不得不跑 独特的家庭背景 本人又被俘过 林魔虫跑到云南 也是政治斗争的对象 为了躲避武斗 他跑到广东亲戚家躲避 后来带着新婚妻子回到昆明的农场 又遇到户籍的困扰 后来后来这个经过两年 儿子都两岁了 做了两年的黑人 没有粮食 什么都没有 就是怀疑的时候 做叶子的时候 那鸡也没吃过 什么都没吃过 这个事业上没有什么公平的 公平不公平 你遇到这个全靠里 全靠里怎么对待 我说也要写这个独木消息 我怎么走过来 全靠我自己 我也不靠党 也没有什么依靠 到现在都是我都独来独往 独自独行 张达寒战中 右腿负伤 被俘后拒绝治疗 并在战俘营成立共青团小组 为回国付出了代价 被开除团集后 他拿着复原军人证 残废军人证 回到四川老家梅山县 政府拒绝安排工作 为了生计 张达只好当了千夫 教授不成 我就当时想办法 要想活 我怎么活了怎么办 父亲不在了 母亲还在 我就 那个时候 师们工作也贪不得我们头上 我那个时候 我们家有一条江 叫明江 对吧 就长江的一个支流 明江 明江 那东西小木船 我就去拿船去了 改革开放后 张达来到北京 在紫竹院开了家东坡餐厅 几经波折 张达依靠自己的努力 终于把餐厅撑了起来 东坡肘子等地道的川菜佳肴 很快享誉京城 日日高棚满座 盛有如云 张达的故事也不惊而走 清华大学毕业的张泽石是战俘营的翻译 颇具知名度 这在政治运动中自然最佳一等 与叛徒划了等号 最初的时候 包括我原来的未婚妻 要跟我离开 发现我的档案里面有那么些东西以后 这个 他的那个上级 那个老红军要追他 要把自己老婆换了 把农村的那个小小老太太给换了 要找一个年轻的大学生 然后就说你的未婚妇是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叛徒 你要想跟他结婚的话 那你只好你就不能留在党内 所以我家里面都劝他跟我分手 不值得为了这个爱情而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 这是志愿军女战俘杨玉华 1953年被遣返时的情景 他被俘前世180师的卫生员 是有记录的唯一的志愿军女战俘 杨玉华在战俘营的抗争行为 在大陆广为传送 却很少有人知道 1951年5月被俘后 他曾为美军前线野战医院工作过 直到1952年才被送进后方的战俘营 杨玉华回到重庆后 长期担任小学教员 平时相当低调 很少提及被俘的经历 1980年 在归国战俘成批上访和集体申诉下 政府颁发74号文件 为归国战俘落实政策 一些人得到平反 可多数战俘 净况悲惨 生活没有改善 不少人在老家行之影丹 有的疾病缠身 晚年十分凄凉 成都的李正文和弟弟李正华 一同参加寒战 一同被俘 又一同回国 回国后不久 受不了冤屈的李正华 在明江原始森林 过起了隐居生活 80年代初 为了落实政策 当地政府官员登门拜访 要李正文去武装部一趟 李正文当时并不在家 回家得知消息 以为又要运动了 当夜悬梁自尽 跟他们一起回来 有些人执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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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执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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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不多 但是很精静 你后来有没有看到过 他们去台湾的那些战友 没有 他们有没有来找过你 没有来找 你现在觉得他们是 是盘国投地吗 看啥就说 有两个的标准来看 那是失觉了 但是盘国投地的 注重盘国投地 也有人在 回大陆的战俘饱受磨难 海峡对面却是另一番景象 中华民国政府 建设了被称为 义士村的定居点 安置了一万四千名 选择去台湾的战俘 这里是台湾新北市 白鸡山上的荣民之家 当年的义士村 现有九百多名老兵 很多是1954年赴台的韩战战俘 他们在这里得到照料 遗养天年 如果说你是失能 要养护的话 住到我们养护区 如果说你是 一切都还好 就住在我们安养区 我们说几乎都是公费 公费的这个计划 当然自费的也有了 公费的就是说 每个月是一万三千五百五 那交个伙食费三千二 其他自己的零金 那自费的话是说 因为你本身可能零有 国家给你补助 或者终身奉等等的 你就可以自费来入住 这里山清水秀 设施完备 很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外省老兵的思乡情怀 日趋强烈 1987年5月10日母亲节 以国军老兵组成的 外省返乡促进会 在台北复兴北路集会 他们高唱思乡歌曲 背上印有想家字样 坚决要求返乡醒亲 蒋经国的英文秘书 马英九奉命草拟了 迎考专案 得到蒋经国的批准 老兵可以回大陆探亲了 这让很多人喜出望外 但又担心共产党是否会原谅自己 有人大胆回去试探 结果却出乎预料 原来大陆方面 对一万四千名大陆战俘 去台湾的事情严格保密 绝大部分人被列为阵亡 于是四川 河北 山西 等志愿军战俘最集中的乡村 多出了很多列鼠 我们家里面就问 共产党军司令部 说我这个小孩哪儿去了 这么到朝鲜去了 没有消息 结果他查了一下 连串战已阵亡 他答复我家里面是阵亡 所以我家里面就在县里面申请 我家属是劣势 劣势 劣势家属 劣势家属有待很多 那个三面空气时间 不是有那个农业生产吗 集体化吗 劣势家属每天有一个加等工 到月底的话就要算账 所以我零了不少 到最后农业这个 以后集体化解散了 每年每一个月 我父母都从20块钱开始领 我父亲母亲各领20块 但我回去的那一年 他们一个人领40块钱 很多人过去家里是地主富农 回乡时心情忐忑 乡镇政府却是笑脸相迎 改革开放 台湾回来的就是台商 家中的列鼠招牌一番 成了台鼠 返乡客成了座上宾 我回去不敢 尽量不要让扬 因为我晓得我的身份 跟年不一样 但是我家的人都来看我 我的亲戚 因为我是个大家族 都来看我 本来我还不想到统战部去的 结果我一个表哥 原来是我的老师 因为他们都对当地中的了解 他说你不管怎么现在 他也不追究了 你是台鼠了 我们现在变成台鼠了 台鼠的话 你要去看一看 对我们很有利 他说你不管你自己 你该管管我们 你当然现在不要了 说我这没办法再硬着头皮 向统战部去拜访了拜访 统战部当然讲得很好 济南市参军的刘化市 迄今仍然被中国官方列为英雄 山东英列网提供的信息是 刘化市南1931年生 籍贯济南历城 生前部队是解放军60军181师 但牺牲的时间牺牲的地点 战役情况与安葬地都是空白 怎么当上英雄的 刘化市自己也不清楚 但他肯定自己在韩国应该不算英雄 而是个幸运儿 战俘营吃不饱的时候 他顿顿习餐 一吃就是两年 我本人韩三命运后 在美军军官俱乐部 在食堂里面 帮他当师父 二师父 炸鸡炸鱼吃这个 早晨他们的卡车来接我们 晚上送到我们回去 那是美国人对我们很好 为什么知道呢 转了 原来是我们开始在狙几岛 又到吉州岛 吉州岛 现在是观光岛 到吉州岛 牧师又介绍我们 又到他们美军食堂里面做事 这样子 我在韩国还没收到什么苦呢 吃西餐 韩菜 韩菜 刘化市的同乡马学顺 入朝前已经成家 前妻后来改嫁 妻子范秀菊在先生去世后 回济南探亲 与马学顺的前妻和睦相处 儿子小马更是全程陪同 把范秀菊当亲母亲对待 两代人宽宏大量 其乐融融 在赴台战俘中传为佳话 其他战俘也纷纷踏上 阔别近四十年的故土 刘靖才回到湘西龙山县老家 全家人披荆斩继 上山祭拜父亲的临位 香音未改 青山依旧 刘靖才池香跪拜 了却了半个世纪的心愿 可是物换星移 长期隔绝 让亲人变得陌生 事态炎凉 让不少返乡的老兵伤心 一次回去二次回去 没有温暖的 你看台湾你看 你看我这个老人 我十六年生的 我真正十六年生的 每天我都回 六七天我都出来了 那公园很高的走 走那公园 你看也得看白白唱白白短的 你打个招呼 小孩子很可爱啊 痘痘啊 他都 那妈妈他爸爸 叫阿公叫阿公 那大陆行吗 大陆没有这个啊 什么叫舅舅屋 东西拿了后都走掉了 那一个他们都没有来 拿东西都来了 拿了都一走了之 来给你开开看 江山华物的 白白家长 没有 台北荣民之家 过去被称为中义山庄 旁边一条登山道 直通白基山顶 这里绿鹰环抱 一座庙宇静卧其中 时机而上 戎陵堂大门深锁 佛鹰营绕 里面供奉着很多 已故的战俘 落叶归根 是前战俘们的愿望 也是返乡探亲的主要原因 很多人没有回大陆定居 却在这里找到了归宿 因为台湾这边帮他照顾得很好啊 他去到那边的话 是不是有家人照顾他 甚至他因为来到台湾 家人受到这个 就中共的这个清算或斗争的话 已经也没剩几个人了 所以他也不可能过去 他回去看了 有的都是很远房的亲戚 自己的父母亲兄弟姐妹 有的都已经不在了 所以他家实际上在这边 他也没有说提到落叶归根 因为已经没有根可以归了 韩战五十周年之际 美国韩国等都举行了纪念活动 弗莱德克罗纳节重游了几州岛 再次来到自己熟悉的山房山脚下 时过境迁 当年战俘营的踪迹 已经无处寻觅了 当年战俘营的踪迹已经无处寻觅了 它是真的驚喜的 那些人在那里 当然他们并不太长 他们甚至没有知道 那里有一个宫队 我去到那里的一趟 我去到那里的一趟 没有练习 现在全部是土地 张达和张泽石等前战俘也故地重游 昔日的战俘营已经变成了博物馆 他们在几州岛找到当年战友的墓地平调 向海中抛洒鲜花 寄托哀死 海平洋的另一端 美国老兵同样没有淡忘60年前的那场战争 在他们的眼中 交战双方都在残酷的战场拼搏中尽责尽力 为自己的国家履行着军人的天职 很多的战争都在夜晚之后 在夜晚之后 我们在夜晚之后 我们在夜晚之后 他们在夜晚之后 他们在前面上升到我们的前线 他们有很多忠心 他们在手中的手中 他们在手中的手中 在手中的手中 直到我们的前线 我们知道他们在那里 罗素·布奇勒 1951年随美步兵25师 参加了第四次战役 志愿军普通士兵坚守阵地的顽强 让他记忆犹新 韩战时 志愿军的后勤补给十分落后 普通士兵只能用肩膀扛着炮弹参战 这给美军二十五师的帕特维基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张泽石这个时期带着刚刚出版的新书《孤岛》到了台湾 在台北与当年的义士们举行了座谈 我们这次来了叫做台湾自由行 确实这个自由行 台湾就是自由 确实能当作要自由 所以我们到台湾来享受一下台湾的自由 虽然完了有点儿去 能够醒悟了也不算晚 对不对 但我们在活着的时候 我们这个弟兄之间把当年的一场恩怨给解除了 内心里面互相对方都不再有任何怨恨 当年那个我们现在觉得简直是愚蠢透了 完全是上当了 完全是双方都上当受骗了 不应该有这样的一场斗争 这是很多韩战老兵和学者的共同体会 他们认为中美两国为韩战付出巨大的牺牲很不值得 咱们国内多数我们是小米架步枪 就凭这个生命鲜血抗击了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军队 我们是英雄 这个大部分都这个观点 但是回过头来看 特别是我们了解的历史 这场战争到底是谁发动的 我们过去一直一再地讲 是美帝国主义 这个挑动李承环集团 发动的这一场战争 事实上不对 实际上是斯大林挑拨金日成 发动了这一场战争 我们这个战争是为金日成一家死的 我们付出那么多牺牲 都是为他们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 应该反思的是我们 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这一段历史 我们牺牲有多少 最近我得到一个数字 比较准确的 36万 这是个准确的数字 这些数字没有公布过 没有公布过 美国人在华盛顿 有个帝杯 每一个牺牲者的名字 都刻在帝杯上 这就是一个比例 9比1 就是这场战争 就是这双方都没有必要 把这百多万人 战争在一个战争上面 36万人为了保家卫国 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但他们没有像美国军人那样 得到应有的尊重 中国没有一个像样子的 资源军的魔 这次南朝鲜的总统 要送回来267个资源军的遗骸 政府根本是能处理的 没有任何报道 如果在美国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 要总统亲自去迎接 给他们最高的领域 或者给他们一个最好的暗藏 现在倒反过来 在南朝鲜的一些资源军的遗骸 他们把他拉入公墓 还有人来一个墓地 因为当时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自己连队 我们就29个收集在一起的尸体 埋在一个山坡上 现在看来这个都没有了 如今在撒下志愿军鲜血的 三八县以北的这片土地上 经济萧条 民生困苦 国民生产总值2010年只有282亿美元 人均GDP只有583美元 相比之下 韩国是2.8万美元 朝鲜与世界隔绝 韩国则彻底融入国际社会 在科技产业的带领下 为世界经济正做出巨大的贡献 中国军事专家刘家居坦言 如果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 中国再次参战的可能性非常低 而且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我可以说 至少我们90%以上的军人 不会去 心里面是抵住的 我们的老百姓都更多了 这些年来我们对朝鲜那种反感情绪 非常强烈 朝鲜73年 搞了一场反华的 带规律运动 他们的手段就是 从毛岸引起 坟平了 把我们的朝鲜里好多坟平了 现在恐怕好多连骨头都找不到 志愿军归国战俘是1953年抵达昌途县的 60年后 临摩从重返昌途 到当年的正审地点金家镇巡访 近年来 临摩从和张泽石 在四川 山西和东北等地奔走 寻找幸存的战友 老兵相聚格外亲 可每当提起回国后的经历 心中依然沉重 张泽石回国后 写下《我的朝鲜战争和孤岛》等回忆录 详细记录了战俘营和回国后的经历 他坚信 自己作为公民 在国家需要的时刻走上战场 即使沦为战俘 也有生存的权利 何况自己并没有放弃抗争 每当想起这个问题 张泽石经常想起韩战前线 带他到美军军官食堂 吃火鸡的美军中尉 那个夜晚 张泽石终生难忘 张泽石经常想起韩战 我说没想到 这个 他会这样来 他说 咱们就要分手了 我会记住你的家 我说好啊 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停战 我欢迎你到北京 到美 到中国来 我陪你去看长城 Great War 这些 他晚上 他要我跟他讲长城 讲故宫 讲医护园 上了派了 然后他在这个火炉子上 烧了这个红茶 然后把那个炼乳倒进去 让我喝一杯红茶 常常聊到很晚 我是觉得 就这样一个美国军人 他对我就是这样一种平等的对待 所以我后来就感觉到 反而是敌对国家 对我们这战备反而是一种平等的 而我自己的国家 反而不是很平等的对待我 说这个对比很强烈 张达晚年就很羡慕西方的战俘官 他时常念叨 为什么二战中被德军俘虏的密特朗 后来能当法国总统 而在中国为什么就不行 听说您不止一次的感慨 当年的那个德军的战俘 在密特朗后面能 后来能当成了法国总统 你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就是 这个是我读书才了解的 就是说为什么法国 他们的总统 现在当总统就是二战的德军战俘的 他们为什么现在 有这个招勇还可以当成 但是我们就回来 生存都那么困难的 这不是我有这个感慨 我觉得我很赞赏美国那个 只要你还活着 你还有生存的权利 这个我就觉得我是我信奉这一点 和你一起回国的这个 志愿军战俘的五六千人那边 你有没有听说他们回来以后 回到后悔他们的选择 还不会当初去任务 这个可能是通知他们来 很多都有这种感叹 但是我没有 我总觉得这个道路啊 只自个选择 命运也 谁也说不上 你会是好运的和 遭到的运气 我们不过命运差吗 1951年 张达和战友们 在志愿军战歌的歌声中 跨过鸭路枪 以高昂的斗志 开赴朝鲜战场 六十年后 张达在北京郊区的家中 平静地生活 偶尔下厨烧个拿手菜 自针自饮 聚集岛的景象 就在眼前 就在眼前逐渐清晰起来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在苦难的日子里 你们的鲜血 然后那一国的土地 我们这些儿女被妈妈认为是犯了错误 打错了 挨了巴掌 我们受了委屈 原谅吧 那党 中国不是说我们的母亲吗 可是后来我们就对这个妈妈也太残忍了 像我这个党员被开除了以后 我又 这个 一参加工作我就申请重新入党 那不行 不但不给我重新入党的机会 反而把我打成资产阶级右派 你哭着喊着 向自己妈妈在屋子里跑去的时候 那么一次又一次地被母亲用脚给踹出来 哪有这样残忍的家庭 这样残忍的母亲呢 这只歌是我写的 写完了回国了 我就后悔了 因为我骗他了 中国人民没有怀疑他 他连烈士都没有给拼上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 拼上 他的麓一骗 disciplines 他猕之王 亿来打算 其实还是其他传家 对他cher约 他的孩子 对 那早上 母亲 未来 他们 最后 继续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是人心里面非常美好的一种东西 你对很多问题它过去了 你如果能够站得更高一些 看得更深一些 那么你就知道 我们所受的这些 由于战争带来的苦难 不要把它关 规矩于某个人 或者某一个党 而是那个制度 那个思想观念 我们民族所具有的沉重的那种 皇权思想和努力思想 所带来的非常严重的这种后果 对人的不尊重 那不光是对战俘 所以这样理解的话 我们的努力的方向就很明确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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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